很多僑胞對蕭大使的評價非常的好 所以他現在就被點名 可能是下一屆的這個熱門的副總統人選 那您作為好像他這個很好的朋友 你對於他這個下一步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勸勁或是看法 媒體茶序上從訪美心得 突然轉到好朋友蕭美琴 蔡總統先是愣了一下 帶著一抹神秘微笑 眼神看向蕭大使 敏感話題蕭美琴先 頻頻搖頭狂打pass 接著還比出歌喉手勢 這求助動作這麼明顯 總統當然了然於心 哎呀 我們就不用為難他了啦 我們這裡不要談國內的政治 我們也不可否認美琴 是一個接觸的外交官 那我們是不是給他們兩位女生拍手 謝謝他們 但這掌聲在中國眼中可是怒火中燒 為了回擊菜賣會 中國列出蕭美琴罪狀 痛批他遐揚自重以美謀獨 進一步宣布制裁蕭美琴 這也是繼去年八月蕭美琴 被中國列入台獨頑固分子名單後 再次被點名 蕭美琴也在推特上貼出相關報導 很酸中國又制裁我了 總統府秘書長黃崇彥 則是反諷說 這就像是被希特勒發新聞搞譴責 稱讚根本是人類的終身成就獎 最後還恭賀得獎人 這樣子的一個制裁 我相信對他來講是沒有任何的影響 但是反而在這樣的一個事件裡面 而且是全球矚目的事件裡面 中方做出了這樣子的一個過度的反應 我真的要告訴大家 所有的國際媒體一定會善效這件事情 蕭大使駐外的豪表現 讓他接連兩次被中國制裁 反而助攻蕭美琴聲量更上一層樓 金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